大家好,我是老胡 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在亚历山那州的凤凰城 因为太热,我们就往大峡谷的方向出发 一路走一路玩 到了最美丽的城市,塞多纳 玩了将近一个星期吧 因为过几天那里又冷了 大概是零下七度 当然大峡谷里面是零下十二度,更冷 所以我们是好南下 我们现在南下到这个地方呢 Tample Vader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 既是一个博物馆 也是个游客信息中心 Tample Vader是个城市 它属于亚瓦派县的底下一个城市 人口一万多 白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几 亚洲人占了百分之零点二 它的面积一百零九平方公里 最早是1865年,这里就有人居住 这里写着一个访问中心 还有就是博物馆 看看博物馆能不能录 150周年纪念日 是1865年到2015年 原来这个建筑物呢 是个小学 1914年 原来老房子是这样子的 这张地图呢 就是Tample Vader的一张地图 看它被丢了 OK 我们刚从博物馆里面出来 遗憾的是呢 不让录像不让照相 因为它有些文物需要保护 昨天晚上五点多就开始下雨 现在呢 雨是现在停了 还是阴险 有风 温度比较低 现在温度六七度 我们不准备在这地游太长时间 因为这个地方温度还是比较低 我们继续往南走 走一个起码是最低气温是零上 这是一个农牧市场 它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 每个星期六十八点到十一点 这个是史外运动场 他们也称为一个公园 这是社区室内健身房 访问中心可以保管后边 这个小平房是法庭 开庭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四 早晨七点到晚五点 星期五早晨七点到早晨十一点 星期六星期天休息 这里不能带狗 不能抽烟 不能带枪 因为没事它不开庭 门是关住的 没开庭 说明他们的城市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建筑物就是Camp Vito市政府 是个平房 这个属于亚尔派县下的一个市 它这里县比市大 是在访问中心的右面 这政府楼的对面呢 是一个消防站还是救护站 这个博物馆啊游客中心 右面是市政府 它的后面就是法庭 又开车150公里 来到了凤王城一个赌场 这个赌场是比较大的 来到这里呢 今天还是冷 你看我还穿着棉袄 但是最低温度都是零上了 我们准备在这里过两天 过两天以后温度逐渐上升了 我们就向大峡谷北边进发 争取走不同路线 看不同的风景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 看不同的风景 好来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